据人民日报3月22日报道,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个高架公路施工工地发生意外事故,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核实,事故致三名中国工人死亡,事故发生在马来西亚新街场淡江大道工程,靠近交赖UCSI大学的路段, 城建单位证实,由于驾桥机部分零件脱落,导致一根钢筋水泥制成的承重柱倒塌,连带着驾桥机的作业平台一起从高空坠落,掉落的铁架杂中一辆行驶中的轿车。 从现场画面来看,一根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承重柱直接倒在地上,柱体产生了多条巨大的裂缝。 事故发生后,吉隆坡当地的应急反应小组和消防部门都赶到现场进行施救,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。 桥梁施工所用的驾桥机在长期使用过程中,金属零件可能发生严重腐蚀。 由于驾桥机两侧是钢结构的承重柱,金属零件松脱很有可能导致桥梁整体侧翻或是垮塌。 驾桥机的作业平台通常离地面10米以上,一旦发生事故,作业平台垮塌, 平台上的施工人员都有极大的危险。 2019年7月18日,陕西省汉中市江汉二号大桥桥梁架射中,驾桥机航梁倒塌,造成无死气伤。